向美國爭取新型空對地武器 但對他們來說似乎還不夠 川普任內的美國前國安顧問 歐布萊恩認為 台灣應該增加國防支出 粗估至少達到GDP5% 來因應大陸可能的侵略行為 重點不是說花多少錢 你花那個錢要做什麼 所以內容 大概目前是三 國防預算占GDP的3% 你一下就把它提得這麼高 很突兀啦 全世界沒人做 可是他說歐布萊恩 是川普時代的白宮的顧問 國家安全顧問 川普要再當選機率 看起來蠻高的 但增加到GDP5% 到底有多少 以2024年來說 GDP預估值是24兆5600億元 國防預算編到5% 那就是1兆2280億 等於佔了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比例高達43% 將近一半 當然台灣的國家量體 面對中國的威脅 我們不是跟他比賽軍備 我們是展現決心提高自我防衛的能力 除非戰爭時期 國防支出不太可能佔比這麼高 攤開各國軍費佔GDP比例 日本1.6% 韓國美國3% 中國大陸更是不到2% 而台灣現今國防預算 大約落在2.5% 總不能為此排擠其他重要預算 但其實台灣在近十年來 國防預算就已經不斷增加 從2015年3545億元 到2020年突破4000億 再到今年的6068億元 佔GDP2.5% 而10年來增幅達到七成之多 不論是不是選舉語言 歐布萊恩口中的5% 對台灣而言 遙不可及 TVBS華正森重視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